六大首期以外開支 不少人都想買400萬的樓上車 但又是否一儲夠40萬首期就可以立刻做業主呢? 其實買樓除了首期之外 還有很多臨臨種種的開支 一於等我們和你計清楚條數吧 首先是按揭保費 在2019年登場的新案保制度之下 首置人士可以透過按揭保險公司 在原有的保費之上 提交額外的15%按揭保費 藉此豁免壓力測試 而按揭收費的多少 就視乎按揭個案的乘數和年期而定 一般由按揭總額大約1%至4%不等 所以按揭保費可說是首期以外 最大的一筆買樓開支 買賣物業需要經由律師處理 例如樓契和轉讓契等文件 如果物業業權出現問題 買方的律師亦會作出質詢 而完成物業買賣後 還需要將資料向土地註冊處註冊 所以幾千至幾萬元的律師費 亦一樣不少得 另外印花稅也是 事業人士一筆比較大的開支 首先 首次事業的印花稅率比較低 由100元至樓價的4.25%不等 但如果不是首次 印花稅便以樓價的1.5%至8.5%計算 兩者差距都頗大 新買家、置業後 需要在最後繳款日期或之前 繳交相應的差項和地租金額 由於差項地租是每年按季度分4次預繳 所以金額是會按那個季度 剩下的日期比例去計算 至於每年的差項和地租也會由政府決定 徵收率分別是應負差項租值的5%和3% 不過近年政府的財政預算案 周不時在一定上限內 豁免差項和地租 業主可視乎情況 準備資金作為買樓開支 買物業的時候 雙方都需要給佣金地產代理 而金額就由買賣雙方來定 以二手物業為例 一般是樓價的1% 買物業前 應該先和代理和買方商討清楚 到成交時再向代理支付 至於一手物業的佣金 就通常由發展商支付 最後無論是一手樓還是二手樓 都會需要給管理費、水費和煤氣等 雜費案金 亦是絕對不可忽略的買樓開支 以管理費為例 價錢以每赤計算 視乎物業而定 至於水電煤的費用 同樣是需要繳交案金 計算約大約$1000元左右 如果對買賣物業或申請案 揭有任何疑問 歡迎隨時聯絡我們